OK 以上就是十四 十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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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红的 hello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20年买的口红 噔噔 这里一共有六只 我2020年虽然待在家里 还是买了六只口红 有三只是疫情开始之前我买的 就是二月份买的 然后有三只是疫情之后之最近 嗯 这几只口红都不是在Sepra打折的时候买的 就是原价一发新品我就忍不住看小红书 然后就中吵中吵中吵 对 疫情期间因为一直都要戴口罩嘛 其实并没有什么口红的需求 但是还是看到神仙颜色忍不住 就还是买了好几只 所以这只视频 如果你有看到喜欢的颜色想种草可以买 如果你觉得疫情期间根本就不需要的话 请过掉 然后从这六只口红里面呢 我又想再跟大家讲一下 呃 跟他们色系相同 或者是神仙撞色的八只口红 所以一共加起来有14只口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就从我最喜欢的橘条口红开始讲吧 呃 我今年唯一买的一个橘条的口红 就是阿玛尼的417 它是阿玛尼五月份刚刚新发售的一只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橘 橘条很重 我在小红书上面查它的形容词 说它是夏天橙子汽水的颜色 对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口红 我每一次讲到口红的颜色是橘 粉 淡粉 黑 嗯 这只里面有带一些细闪 但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种 呃 远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我近距离看这根管子 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西闪 就是几乎可以忽略的那种西闪 那说到阿玛尼的橘色 那就肯定能想到它的老网红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阿玛尼的405 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左边的这一只是417 它的橘条更明显一点 然后右边的这一只是阿玛尼405 405的话就是番茄色的鼻祖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番茄 要更红一点 它的红中调要更强一些 再加上405我觉得它更加干 以及它的质地要更加的厚重一些 所以它比较适合秋冬 嗯 就算我是薄土的话 我也觉得它比417要干一些 再加上它是纯亚光的颜色 没有带任何闪 那405就更加的适合秋冬一些 417就是夏季的橙子色 然后跟刚刚那两个非常像的 还有一只阿玛尼的201 这一只是小的这一种 然后它是口红 可以看到我真的已经用了非常的多了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一只的颜色跟405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一只是滋润版本的 所以比起405的话 我会更常使用这个番茄色 因为它比较轻薄 比较滋润 冬天你会想要滋润一点的口红 然后到了夏天的话 405比较的厚重嘛 再加上它仰光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这一只 所以这一只用的频率要更高一些 下面一个带橘色调的夏天唇釉是这一个 这一只是我2019年买的 它也是2019年发售的 YSL618 这一只就是非常的薄 它要比阿玛尼的唇釉都要更轻薄一些 就是颜色没有这么的重 如果你要达到相同的色度的话 它要擦更多次这样子 我觉得它好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显白 然后它会让我有一种 我并没有涂了口红的感觉 擦上嘴抿一抿就消失了那种 然后颜色也很轻 如果我今天的妆面非常的简单 或者是我今天只擦了一个防晒的话 我都会擦它 最后一只橘色调的口红 我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上海机场买的 但是它应该是Dior 2018年就发售了的口红 它是Dior的758 我今天上小红书上面搜了一些 因为它比较旧了嘛 所以小红书上面对它的评价 那些post也比较少 但是我就搜出了它是橘子色的冰糖草莓 冰糖草莓草莓不是就是粉吗 怎么会是橘子色 这只Dior跟YSL的区别就是它要更厚一点 所以它沉膜的比较慢 但是它颜色会饱和度比较高 就是你涂一层之后颜色就已经完全上去了 你就不需要再涂一层再涂一层这样子 它比较的沾杯 除此之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体气色的夏日口红 那橘色药的口红就讲完了 接下来是水晶葡萄枣泥色 第一支是这个YSL的613 这个是我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买的 它应该是YSL去年夏天发售的 跟我刚刚讲的另一支YSL的水光纯油是一个时间发售的 但是它比较秋天冬天的颜色嘛 所以我一直到今年的二月份才去买它 这个就是网上说的冰糖山楂水晶葡萄色 滋润度很高 然后沉膜也很快 如果冬天你哪一天嘴唇破了 没有办法再涂那种哑光雾面的口红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一下用唇釉来保护一下自己的嘴巴 另一支跟它颜色很像的是我刚刚买的YSL107 这一支我在网上看对它的评价是它薄涂是酒红色 厚涂是红中枣泥色 这一支的话跟YSL的金条非常的像 唯一的区别是它比YSL的金条要更滋润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一个而没有选择的金条 我看到金条有一两个颜色也是枣泥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最后我就选择了银条就是因为它更滋润 我的嘴唇就是长年起皮 所以我不太会买滋润度非常低 非常哑光雾面的颜色 然后我选了同一个色系 我以前买的是这个 这个我没有买它的盖子 因为它的盖子太贵了 这个是娇兰的03号 这个是我2018年看沿喜攻略贤飞涂的这个颜色 然后买的 它就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豆沙色 它气质比较的成熟 所以我一般也只是会薄涂 厚涂的话有一种职场上要开会的感觉 所以我感觉太成熟了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再加上它如果要厚涂的话 你整一个妆面都要比较的重一点 才能hold住这个颜色 哼哼 下一个系列是奶茶系列 奶茶系列我这边一共有四支 其中有两支是我今年买的 我今年买的第一支 这个是汤富尔的20号 我是看Emma的视频种草的 它涂起来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汤富尔第一是它超级贵了 然后它第二个非常严重的bug 我要一定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拔起来的时候它就卡在这个位置了 它就拔不起来 然后我要非常大力 把它拔起来 然后你就看到它上面已经其实漏了一点了 然后这个边缘也是会被它弄得乱七八糟 我应该十次里面有五次 我这样拔出来的时候 它都会溅到我的衣服上 可是我每一次就不把它拧紧 就把它拧成这个样子 然后放在我的桌子上 以免它下次又崩到我身上 然后说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其实非常的淡 也不是淡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镜面 再加上它饱和度比较低吧 它每次上到我嘴上 我要疯狂的涂 它才能有颜色出来 但是疯狂的涂 它就会显得非常的厚重 因为它是唇用嘛 就是整一个沾了一壶在你的嘴上 然后它非常的黏 就是冬天的时候 如果你围围巾你擦了它 就整一个都沾在你的围巾上 要非常的小心 一阵风刮过来 你的头发就整一个沾在你的嘴上 唉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秋冬天 擦这种质地非常非常粘稠的口红 或者是唇釉 就让我觉得我必须非常的小心 保护我的衣服 我的围巾 还有我的脸 它才不会搞的乱七八糟 然后再加上奶茶色 因为它饱和度比较低嘛 它没有非常的鲜艳 所以如果你没有化妆啊 或者是你本身皮肤并没有很白 你出门只是擦一个防晒 我觉得有一点hold不住奶茶的这种颜色 只有你整个妆都已经化得非常的清透 然后皮肤又很白 你擦一个奶茶色才有网上那种 真的奶茶色的感觉 如果我平时只是涂一个防晒 整个人就是非常的黑 非常的黄 我再涂一个奶茶色的口红 我就有一种癌症患者最后的美丽 就是不好看 但是奶茶色我又有这么多支 就是非常的搞笑 第二支是我今年跟风买的 兰蔻的274 它真的非常的火 之前它出的唇釉 我就已经在机场上看到了 但是并没有买 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颜色 太淡了 花三四十块钱 然后你啥都没有买到 你就是买到了一个 跟自己唇色几乎一样的口红 这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一直到这一支出现吧 它其实是有颜色的 虽然它也是奶茶色 这一支其实是还是有一些粉调的 擦在嘴上你会感觉到你擦了口红 没有特别特别的涂 它还是有一些豆沙色混在里面吧 然后再加上这一支 它没有它的唇又那么的沾嘴 它质地方面还是比较的中等 没有很滋润 但是也不会干 只要你在你的嘴唇情况还可以的时候 你涂它都是OK的 然后再讲一支跟刚刚汤福一样灾难的 就是这一个NARS的Aragon 这一支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买的 而且这个是第二个 它第一个那一支在我的包里面 转一个打开 然后漏了 然后我当时还去买了一支 就是补了一支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真的没有涂它非常的多次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粘 就涂到我嘴上之后 我也是要防止我的大衣 防止我的短白色短袖 防止任何东西碰到我的嘴 不然它就是沾的到处都是 如果就颜色方面讲的话 它比TOMFORD的这一支要更红一点 其实是比较好驾驭一点 因为TOMFORD就是更接近肉色嘛 就是当你的皮肤状况 当你没有上妆的时候 就是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这一支它稍微偏红一点点 可以带出一点点气色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质地 并且你喜欢那种滋润的感觉的话 其实这一支还是蛮好看的 最后一支奶茶色 应该是2016还是2017年 超级火爆的 就是Dior的这一支620 这一支应该是奶茶色的一个鼻祖了吧 这一支的颜色也非常的绝 它就是有一种土奶土奶的颜色 它棕色调其实很重 没有很日常 当你没有化任何妆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看 一点气色都不会给 奈何当年很流行 所以我也跟风买了 并且跟风的使用了非常的多 它这个质地我真的觉得很无敌 如果你也有买这个系列的Dior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口红怎么样 但是我以前把它放在梳妆柜 它应该是这样子放 它就会自己走出来 然后顶在这个盖子里面 我把它放在包里 它也会这样子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它就整一个口红体 就从里面走出来了 然后我每一次涂完了之后 我还要用手把它压回去 它才能进去 就非常非常的滋润 滋润过头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待在它自己的管里面了 所以我以前的时候 冬天我都把它放在我的车上 让它可以保证它的口红体 不要自己走出来 现在我家里大概也就十几度的样子 你已经看到它已经滋润的 有一点要化掉了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买的第一支奶茶 后面的一年多 我都没有买过奶茶色 因为我觉得有点恐怖 最后再来讲两个 比较冬天质地的哑光唇柚 我今年初的时候 买了两支Dior的哑光唇柚 707和808 这支808的话是现在所谓的乌龙奶茶色 它比以前就像Dior 620那种奶茶色来说 现在的奶茶色多了一些粉调在里面 就是可以提气色的那种粉调 不再是涂奶涂奶的颜色 所以其实挺好看的 我年初上班的时候都有在擦这一支 第一是它比较的秋冬 第二是它是哑光唇柚 马上就可以沉磨 不会出现粘在衣服啊 粘在围巾上啊 这种问题 再加上我觉得它沉磨快到 我可以不用看镜子 我就直接一涂 在厕所一涂就可以了 就解决了 所以上班的话 我觉得超级超级的方便 这一个系列唯一的缺点 就是稍微有一点干吧 冬天使用的时候 如果天气过于干燥 我的嘴上还是会起皮 但这个就是所有的哑光口红 都逃避不了的问题 另外的这一支707就是 橘调又非常重的一支 雅光唇柚 是我非常喜欢的橘调 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支太橘了 就是hold不住 但是奈何我非常的喜欢 跟刚刚那一支的质地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上班一般都不会涂了 因为它比较的跳跃 比较的能抓眼球吧 所以就是周末啊 或者是有拍照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用它 OK以上就是讨论的14支口红 以及手臂的试色 夏天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唇釉 就是有一种很夏天很元气的感觉 但是我又不喜欢质地非常厚的 所以我觉得YSL的这两个 可以厚涂也可以薄涂 再加上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轻薄 让你没有上了口红的那种感觉 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类型的口红 在夏天的时候 然后秋冬天的话 我觉得看场合 以及看你自己嘴的滋润度情况 像我的嘴非常的干 我也不怎么保护我的嘴唇 除非要化妆啊 我会提前可能那一天涂一下润唇膏 平时我都没有涂润唇膏的习惯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对我这样子的人 我会更偏向于这一支 就是滋润度比较高的 就算它们颜色一样 我也会更常使用 秋冬天因为穿的衣服很多 所以我也不会很喜欢非常厚重的唇 又就像TOM4的这一支 会让我一直很小心 所以这个的使用频率真的也不高 只有我穿卫衣啊 或者是穿的非常的简单 但是穿卫衣的情况下 我又不会化一个非常完整的妆容 所以我又hold不住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这一支其实买的有一点点失败 我觉得在秋冬天的时候 你买一个哑光的口红 或者是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滋润度的口红 如果你的嘴非常干的话 你搭配一点点唇膏 我觉得会要比买一个非常厚重的唇釉 来保护嘴唇的滋润情况 要更精济实会并且利用率更高一些 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说 跟风买口红可以 因为每一年的流行色都不一样 但是最好是要选到跟自己妆容比较搭 并且比较适合自己皮肤颜色的口红类型吧 所以在挑选口红的时候 先考虑到自己的妆面 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皮肤颜色 再跟风买口红会要更好一点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